我們今天全國各地五個運務段都要即將召開考程會 那這個是台灣可能史上最大一個礦指案 我們就堅持國定假日不出勤不需請假不用補送駕代 我們會代替所有的會員進行書面的陳述 也會陪同會員進場陳述意見 改革分表 改革分表 拒絕打壓 拒絕打壓 自立自強被陳處 自立自強被陳處 保障勞工都是屁 保障勞工都是屁 今天舉辦這個活動呢其實就是 關於我們明天自己的考程會 以及前幾天發生的遊覽車的事故 那這幾事故其實 譜顯的就是台灣長期的勞工過勞的問題 尤其是勞動部在去年的七休一的問題 開了一個連續做12天才可以 就是可以休一天的這個後門 再加上我們 台鐵局自己適用的 把24小時當成一例的這個問題 讓勞機法就是變成一個 很空泛的法條 所以變成是 一般的勞工 是完全沒有享受到勞機法的保障 從去年的 黃航罷工 一直到復興航空的倒閉 還有我們台鐵發起依法休假 接著一直到遊覽車發生反覆的意外 這些交通業的困境 柯承南部長我覺得他一直完全是 處於一個不願面對的狀態 他甚至說出 台鐵員工晚上休息 待命的時間3到5小時 就是你們的休息時間 又說遊覽車是你只要放下方向盤 他就是你的休息時間 可是我們想問他 這些你受到雇主支配 還有在工作場所待命的壓力 這根本不是一個完整的休息時間 今天我們很沉痛 就是辦這個晚會 就是因為 實在有太多交通運輸業的勞工 為了過勞的問題而付出生命的代價 他這個已經不僅是個人的問題 而是全國的勞工都會承受到的一個問題 像是我們台鐵自己的員工 不僅是車站有12小時公時的問題 就連車長、司機員 常常都是一跑就是司機20個小時 台鐵一直不願意面對這個補償人力的問題 所以才用依法休假 來就是祭我們礦子這個手段 來打壓這個我們員工的行程 2016年8月10日 海鐵因人力不足派不出廖望園 導致內灣縣1847市區間車 於新竹車站不慎撞擊新竹號之維修園 當場兩人死亡 2016年12月26日 台中市結順客運司機鄭志明 晚間開車返回龍井區 都會南界的總站途中 邊開邊流鼻血 最後昏倒在駕駛座 因超時加班近16個小時 最後送禮補置 2017年2月13日 武林賞一團遊覽車反覆 因司機疲勞駕駛14個小時 造成33時10億輕重傷 身為台灣交通運作業的勞工 一個客運司機必須每日超時加班 還不受七休一的限制 因為政府在推動餘地義秀的過程中 又為客運業者開了後門 一個台鐵員工一年365天天日夜休 天天都會出現在車站 還被急欠加班費 然而全面執政的蔡英文總統 只會呼籲企業讓員工有充分休息 只會推託政府是工卿不是市主 勞工要自立自強 然而當我們起身向鐵路局大聲呼喊 改革頒表又休的時候 卻又被機礦子彈被撐出 我們爭切的希望台灣的公共運輸業 不要建立在勞工的血 補課的類之上 台灣鐵路產業工會盡道 今天我們八點半 在台北運務段 也就是在板橋站的位置 我們台北運務段的考程會就要開始了 那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選今天就是七點多 現在這邊開一個記者會 然後我們接下來會貼貼紙搭火車 然後一起到板橋站去開這個考程會 這個考程會呢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黑箱的考程會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是因為我們有非常多的會員 他都已經拿到了礦紙的核訂單 就是我們我們理事長手上這一份 就是我們理事長的礦紙核訂單 然後有非常多會員也都已經拿到了 對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認為說 這個考程會的 他只是一個黑箱的程序 但是事實上呢 他的結果可能都已經訂掉好了 一開始呢 其實台鐵局就已經拒絕收下了我們的聲明書 然後現在又回過頭來說 你們應該請假而沒有請假 但是第一個重點就是 國定假日不初期本來就不需要請假 那現在交通部行政院還有台鐵局這個 你們要請假這個說法 其實就是在誤導社會大眾 就是在誤導社會大眾 那我們一開始就已經先出具了聲明書 但是是台鐵局 台鐵局自己退回了我們所有的聲明書 那他這個退回的動作代表什麼呢 我們認為其實他一開始就是在 為懲罰這件事情撲落 對那個撲落的動作其實就是很明確的 就是我一開始就是要懲罰你 打壓你 我其實根本沒有要跟你溝通的意思 交通部跟行政院說要嚴懲 但是呢 後來他看到懲罰的人數非常多 而且社會大眾非常的支持 然後整個媒體也非常的關注 他感受到輿論壓力 所以呢行政院交通部台鐵局 就開始態度有一點轉變 但是又其實在分化 他說什麼呢 他說只要你有架單 或是用任何的刑事告知主管 我就算你請假 我就不算你礦局 這句話的言下之意是什麼呢 這句話的言下之意就是說 今天這個公務體系有370個人出來抗爭 那代表這體系已經出了很大的問題 可是我蔡政府如果懲署了370個人 那個就會非常的難看 所以我不想懲署370個人 不然我這個執政者怎麼做下去 所以呢 我要想辦法壓低這個礦值的人數 我用盡各種手段鼓勵大家送價單 或是說你只要有任何表示 我就算你沒有礦值 那麼如果最後礦值的人數只剩下很少很少 例如說幾十個的話 那我承除你就會非常容易 那這個就會形成寒蟬效應 那這個寒蟬效應就是說 以後工部門的員工還有運輸業的員工 他都不敢來依法休假 這張礦值表本來寫的是礦值報告表 他把自己貼上東西寫成合定表 每一個主管有些勇於認識的敢簽名於上 但是這些台北段的完全不敢簽名 完全不敢寫說什麼時間蓋的張 這些蓋帳的人都是要負起所有的責任 你今天就是在違法懲罰這些員工 你今天就是不合勞基法不合公務員的規則 打壓這些員工 簽名的主管都要負起責任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堅決不遞價單 不回頭請假 告訴員工要堅持下去團結 就是要告訴這些長官教育這些長官 我們今天是依法休假 什麼是依法休假?勞基法看不懂嗎? 勞基法37條39條84條看不懂嗎? 唯有我們繼續堅持才能夠終結台灣的血汗運輸 這次的依法休假如果真的被懲罰 連公務員兼具勞工身份的台鐵勞工都被懲罰的話 那全國勞工都將喪失依法休假的權利 雇主可以任意的安排你的國定假日出勤 把你一年的頒表都排好好 你只要請 你只要不出來就是礦石 我們現在準備這個共同意見書一次兩份 然後現在就請我們的幹部王傑 當小三紅日月一起交給我們這邊 台北日部段的長官了 我們這只是一個考程會一個陳述而已 這是一個非公開的一個會議 那今天開考程我們覺得上次有當事人 你在驕傲的話你當當事人上去陳述那個陳述 如果當事人沒有到你有委託書的話 那我們也同意你有委託書 就委託書可能提示委託那個證明 那我們按照這個證明請你上去陳述 那其他的話我們應該不 長官請問如果當事人有到 然後他委託的人也有到 這樣也是可以進場的喔 我們有委託書就可以進場 長官要不要現場承諾一下 委託書的部分齁 那我們這個部分是你 我們當事人很進場 因為當事人受行政處罰 要接受行政處罰 是必要的所謂 當事人要去陳述一下 如果你就請委託書拿過來就好 考程會你們可能會用一些違法 就是威嚇啊或是利誘的方式 叫員工去消假 那我們就是一定要陪同會員在場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你為什麼怕我們陪同 你為什麼怕我們陪同 我們是依照你的程序交號而已 依照行政程序法24條 依照程序就是應該幹部要進去啊 那你擋什麼呢 當事人已經委託了幹部進去 只能折議的話 這個是很明顯違反行政程序法的喔 不過但是呢今天呢 我們會讓就是會員 就是如果他委託幹部的話 我們就會有幹部進場陳述意見 但是呢我們還是要說喔 這個考程會就是黑箱違法 員工都已經拿到礦紙盒訂單了 然後如果當事人來 又同時委託你還要擋我們喔 我們相信這個考程會絕對是有問題的喔 那今天幹部進場的話 絕對會堅持到底喔 也請長官也請鐵路局自重 那我們第二位是台北站的張曉山 張曉山小姐有沒有到現場 那第七位是內力站的王玉婷小姐 已經交出面 其實我在昨天的時候就收到礦紙核定表了 那我今天然後但是考程會 卻是在今天才舉行的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程序好像有點 有點是顛倒的 應該是要讓我們先看考程會 然後考程會陳述意見之後 最後才是核定表才會出來 但是他確實用就是 就是就是核定表先給我們 然後然後才讓我們陳述意見 然後進去之後委員又說 那個今天只是陳述意見 那那個核定表 最後的結果要等到裁決出來 才是最後的結果 對啊 這覺得是有一點不順